今天什么日子? What's the day? 什么日子? What is today? FATHER'S DAY 父亲节 It's Father's Day today 你知道父亲节怎么来的吗? You know how Father's Day is the origin of the Father's Day? You know how Father's Day is the origin of the Father's Day? Anybody knows the origin of Father's Day? But what's the origin? 其实它的来源一个故事蛮长的 当然在这个之前 父亲节之前 我们过了一个什么节? 五月的第二个礼拜 What day we celebrate before Father's Day? Water's Day? Yes, Father's Day 母亲节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杜德夫人 杜德夫人 她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 她感受到 她的父亲也很伟大 其实这个日子 就我们不远一百年前 结果她就觉得 跟她的牧师去谈说 我们好像需要一个父亲节 他们教会的牧师就认为 这是一个很好的圣经的教导 所以说她就开始全教会推动 一直到1972年 那个美国的尼克森总统 正式的签署了文件 也就是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 成为父亲节 其实这两个节 父亲节和母亲节 都是从教会出来的 因为圣经的教导我们 每一个属生的儿女们 都要尊荣父母 所以我们对父母 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我们要记得清楚 上帝为什么给我们 每一个人都有父母呢 所以我们的父母可以照顾我们 然后有一天也让我们成为好的父母 很好 但是 不要复杂 但是一般人忽略了一个问题 上帝给我们一个爱我们的父母 无非是让我们更能够体会到 神爱我们 因为神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 所以什么是天父的心呢 我们知道天父有一颗愿意给的心 他给我们最好的 他给我们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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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跟我们父母一样吗 他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孩子 在我们孩子的需要上 我们来满足他 在我们孩子的需要上 我们来满足他 我们天父有一颗爱我们的心 他的爱永不改变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 他的爱永不止息 我们人的爱有时候会用完 我们人的爱有时候会用完 好像爱不出来了 但是神说他的爱永不改变 而且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 不管任何环境 神的爱永不离开我们 这是上帝神天父爱我们的心 祂更有一颗等爱我们的心 祂等我们自觉 圣经上告诉我们 在最美的雅各书里面 祂说亲爱的 我不要叫醒祂 我愿意祂自己醒来 上帝不在后面 踢我们推我们 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心 祂在等候我们 自己能够决心 上帝祂爱我们 祂等候我们 有一个对祂爱的回应 今天神 我们的阿爸天父 在我们教会 我们知道祂给我们最需要的 我们的教堂 祂给我们的那样的美的一块地 祂将来要给我们那么一个美丽的教堂 是祂是祂爱的表现 是祂给我们最需要的 但是祂在等候我们的回应 在这个建堂的过程里面 我们到底有这么一个好的教堂将来 我们如何能够回应 我们如何能够回应天父的爱 今天父亲节我们来思想一下 我们如何能够来回应神在我们教会 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的爱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思考一下 上帝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么一个美丽的教堂 是让我们来炫耀吗 还是为了我们要用这个教会来荣耀神 是让我们合一呢 还是让我们去分裂 是为我们这一代呢 还是为我们的下一代 在下一代 为什么要去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愿意给孩子 孩子要不要接受 今天不仅是我们上一代的一个责任 一个义务 我们愿意把这个教堂盖起来 但是孩子们 你们懂得如何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堂 这个教堂接受来是干什么用的 所以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 就是第二个就是我们到底教堂 是为了我们将来年轻一代结婚用呢 还是为了我们来敬拜赞美神 我们在教会里面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不是说结婚不好 有那么一个美丽的教堂和花园 来办理一个婚事 当然是好事 但是我们要思想 神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干什么 它是让我们在那边充满了敬拜赞美的声音 它给我们那么一个美丽的教堂 是让我们休闲活动烤肉吗 BBQ吗 我不是说BBQ不好 但是更重要的那一块地方 是要来装备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不只是我们年长的一代 更重要的是年轻的一代 你要能够把你自己装备好 以至于能够承受神在丰收灵粮堂 所给予的使命 我们不是在搞活动 我们是要一代一代的去做一个 影响世代的教会 就像刚才我们讲 父亲节母亲节 那两个教会 现在让全世代的人 世世代代都在庆祝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 庆祝母亲节 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 庆祝父亲节 这个教会已经成为一个 影响世代的教会 我们灵粮特会刚刚结束 主题是影响世代的教会 我们真的能成为一个影响世代的教会 我们要怎么来成为影响世代的教会 那就要看将来我们这个教会 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 我们是不是能成为一个天赋赞美允许的 赞赏的一个教会 神给了我们 是让我们能够让神觉得 我给的值得 当我们能够被神肯定 纽约丰硕灵量 才是一个神同在的教会 也成为一个能够荣耀神的圣殿 当我们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 我们世世代代的传承 才有国效 也愿意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 被将来能够影响 世代我们能够想出一个 做什么样的事情 赤工能够让世界影响到 赤世代代 所以我们要来想这些问题 想这些问题的目的是 要我们怎么样能够 回应神在我们教会的爱 神这样的爱我们 我们怎么样能够满足神的心意 我们常常讲 我有神真满足 但是神 你有没有想过 神有你他满足吗 我们读我们今天周报的一句圣经 很简单一句话 在马拉基书四章六节 好不好 我们中英文一起来练 好不好 来请 阿弥陀佛经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救赎典典 神 祂爱我们 但是有一天 祂会把这个世界毁灭掉 祂要为我们造一个新的世界 祂要为我们造一个新的世界 但是祂在这个毁灭 咒诅这个地之前 祂要停止这个咒诅 祂必须要有两件事情 祂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我相信这个不来 因为天父已经爱了 已经把他的心转向我们每一个人 也让我们学习到 如何作为又一个父亲 把他的心转向儿女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看到有一些父亲的心 并没有那样的爱儿女 但是我们知道 那是世界 是撒旦的危险 但是我们今天 要学习 如何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那是更重要的 更不容易做到的 是 是儿女的心 要转向父亲 我们都领受到父亲的爱 我们也领受到天父的爱 请问你 今天父亲节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当你早上 睁开眼睛的时候 你有没有说 阿爸天父 父亲节快乐 有的人举手看看 有的人举手看看 不多 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有一个父亲在天上 如果你知道 我有天父 有个阿爸父在天上的人 请你也举手看看 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 但是 你有没有跟他说 父亲节快乐 我们会对人说 为什么你今天 不对你最亲爱的天父 我们做儿女的心 转向父亲的爱 今天我们要从我们的教会 来谈一谈 我们该怎样 回应天父的心 让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得着满足 第一个 我们要回应天父的爱 神爱我们已经讲了 太多太多了 今天我们如果讲 天父的心 在谈到爱的问题的时候 那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但是我们如何来回应天父的爱 感谢神 祂给我们教会 有一个义工的文化 就是说我们今天已经很清楚 我们白白领受到神的爱 要我们白白的要留出去 没有任何代价 我看到我们弟兄姐妹们 不用代价 自愿地在教会服侍 我相信我们所做的 这些义工所做的 神都看见 这是我们教会特有的文化 这是神喜悦的文化 亲爱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要传承到下一代的 下一代的弟兄姐妹 这是你们要学习的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要把我们一个义工的文化 从我们纽约丰收林粮 发挥出来 我愿意在一代一代以后 我们能够把这个义工的文化 从我们教会发展到社区 我们能从社区发展到纽约市 然后我们可以定一个日子出来 哪一天是义工日 每一个人都走出去 不要为自己 这是神要我们的 这是神阿爸父的心意 我们要满足阿爸父的心 要记住 神给我们的大使命 和大诫命 要把爱从我们中间发挥出去 要照着天父给我们的话 我们能够写出来 他要我们爱我们的灵色 我们要去做 不是只是知道了 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爱 我们从我们中间活出来 去留出去 没有带价格 是义工 是义工 是我愿意 神在等你愿意 亲爱弟兄姐妹们 你愿意吗 愿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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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要把这个传承下去 第二我们要完成天父的心愿 那就是另外一个我们教会还缺乏 我们有了义工的文化 我们还要有一个使命的文化 在纽约丰宗灵粮堂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 要知道我们不仅是活在地上 我们将来要活在天国里 但我们要满足神的心意 我们要领受造成的使命来做 要用我们一生的生命 就如圣经上教导我们 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教会 如同行在天上 让我们的教会 不只是成为社区的灯台 做炎做光 也能够成为每一个弟兄姐妹 成为家庭工作 以及社区的一个炎跟光 真正把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使命 活出来 做出来 不只是我们这一代要做 下一代教导他们 再下一代 持续地做 只等到我们天上的父母 心里得到满足 第三个更重要 是一个尊荣的文化 要彰显神的荣耀 我们愿意天父的心在这个教会中 他能够得到满足 我们愿意天父 在这个教会里面 他能够得到荣耀 我们也愿意 纽约丰盛临年堂 是一个成为荣耀神的教会 这是我们教会 灵粮系列的意象 不要忘记这个使命 不要忘记这样的尊荣神 我们能够尊荣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 我们就能够尊荣我们在地上的父亲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父亲节不只是让我们地上的父亲 觉得喜乐 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 他觉得喜乐 父亲节不只是让我们在地上的父亲 能够有个儿子 哈克一下满足 你能不能用你的心 让阿爸天父满足 这是我们做父亲节要去思考的问题 下面有一条歌 本来 我不会唱 英文堂他们本来敬拜赞美 要带这一条歌 请敬拜赞美团 英文堂的敬拜赞美团到前面来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首诗歌 这是英文的 但是我们的祖母堂 是我们的祖母堂 在林辖特会来讲到的收金光牧师 他们把这个翻译翻译 让我们听听看这一首诗 告诉我们如何能够站在我们的位分上 让阿爸天父能够满足 我们能够满足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在我们的心 好吧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首诗 诗诗 你会念中文我们就念中文 念英文我们就念英文 一起来 来请 我曾听无数人在诉说 你是怎样的神 但夜我却听见你温柔十爱的声音 我对我说 你喜悦我 你永远都不离奇 那就是你 那就是你 那就是你是我 我是你所爱 那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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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世人不停在寻找人生的答案 但我却知道 问题只是有你能够回答 在我还没有开口 你就知道我是我求 那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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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所爱 那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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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是神所爱的 神爱我 多爱神 I love God